为什么叫你们练太极拳呢? 太极拳是修四念柱的 我们佛陀讲了一部经叫大念柱经 四念柱 四念柱是练你的觉知能力的 你先觉知身体 因为我们身体在动 它在变化 因为我们刹那刹那都在生命 无常 先觉知我们身体的动 我们身体的每一个部位 每一小块肌肉它都会动 你要去感知这个动 这个四念柱 打太极拳的第一个境界就是四念柱 你身念柱要是你修好了 你打太极拳已经在我们普通人里面 已经是高手了 第二个境界呢 叫受念柱 那个时候你已经超越了这个身念柱 超越了身念柱是什么一个状态呢 就是你已经不是在指挥你的手怎么打了 你是完全凭着感觉的 就是绝授 你的身体只感受到绝授了 绝授很威胁 你身体免得那个气 会领着你身体走 打太极拳 刚开始就是学身念柱 就是学身体怎么动 第二步就是感受 超越了这个手了 熟到一定的时候 就是跟着感觉走了 就不会去关注身体了 你关注的是那个绝授 以意领气 以气带的这个身体 打得比较熟了嘛 你就不是去感受身体了 而是找那个感觉了 第二步就是受念柱 只是感受 跟着感觉走 第三步就是心念柱 那个时候感受已经没有了 达到个心的状态 那个心呢 很静了 心来领着这个身体 随心所欲了 这个时候打太极拳 打到随心所欲的境界 那是非常高的高手了 第四个境界 就是法念柱了 那达到无我的境界了 真的可以达到无我的境界 只有阿罗汉 才可以达到第四个境界了 一般的人呢 可以达到心念柱的时候 就可以看到心的刹那生命 你打的时候 那个心刹那刹那在动 就是已经超越了 绝授的层面 找到心了 就是看到心的身边 虽然还没有正道无我 但是那个时候 已经很高了 那个时候 人家说随心所欲了 已经可以达到 那个高手 你看打拳 是不是打到随心所欲的境界了 他熟到一定的时候 我们现在就是 第一个阶段都没达到 你打的时候 妄念纷飞的 意识在支配你的手 怎么走 那个连第一个境界都没达到 所以说你看修行呢 打太极拳 这是动嘛 这就是动中禅了 我们说动中禅 最好的就是打太极拳 因为你的心意嘛 跟这个身体 还有这个觉知 可以统一起来 那么这就是修行 那么在生活当中 嘴巴怎么讲话呢 你得有觉知啊 对吧 你要说什么话 你的身体是什么感受 然后你心里是怎么想的 你急性动念 你都得看得见 你都得觉知到 不光是觉知到你的身体 还觉知到你的感受 感受就是苦苦坏苦嘛 还有辛苦 还有感受到你的心 你的心是什么起念的 起心动念 叉啦叉啦 它每一个念头是怎么起的 你都感知得到 看得到 然后再深入 就是看到你的 那个心的生灭的 那个不生不灭的那个 超越这个生灭了 就达到无我了 那就 那是小秤的涅槃了 那还是小秤的 当然它那个小秤的涅槃 还是有生灭 但是它已经达到那个 一个状态了 没有烦恼了 无我了 只有佛的涅槃 才是不生不灭的 超越生灭了 但是小秤的涅槃 它也超越生死了 超越六道轮回的生死 它还有生灭 它的生灭叫变异生灭 也叫变异生死 只有佛才又超越这个生灭了 佛它也可以起妙用 但是它又不在生灭当中 这个境界之不可思议 我们现在的修行 都在这个生灭当中 在这个生死当中也可以说 修行就是在寻找这种微妙的平衡 当你的心不执着这个生死 也不执着涅槃 走中道 最后才能够超越 极其微妙有平衡 但我们现在只能在一个相对 比较容易的一个道上 走一个中道 佛法那个到了后来就无相了 但是我们现在走一个 佛陀告诉我们一条光明的路 这个是可以超越生死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